新竹市长高宏安被指控福报国会助理酬金 还有加班费贪污案件密集的审理当中 整天开审理庭上午前助理陈焕宇表示 高宏安在案发之后有曾经叫他们要销回手机 还必须要删除电脑的记录 证词相当的不利 那么相较之下下午高宏安的男朋友李中庭 被传唤时他也首度公开对案情的看法 他坐证高宏安在担任立委期间 其实有很多资金都是高宏安私下垫付的 市长有叫助理要销回手机跟电脑吗 贪污案密集审理高宏安一整天出庭 所有情绪都被口罩遮着 法庭内来了一名对他来说相对友善的证人李中庭 有什么要说的吗 今天出庭要准备什么吗 李中庭外传是高宏安的男朋友 担任国会助理期间贴身帮高宏安打理大小事 法庭上李中庭做证人席 高宏安的律师提问 109年2月到110年3月底 担任公费助理期间的李中庭 薪资怎么定的 李中庭大爆料 还没谈薪资就直接进了国会 因为他认为薪资给高宏安决定就好 给高宏安最大的弹性 直到薪资发下来 他才知道是4万元 律师继续追问 薪资后来慢慢上调 109年5月 李中庭的薪资变成5万2 但下个月突然降到3万元薪资 李中庭看着高宏安 回忆当时说降薪是为了要找新人进团队 薪资瞬间差了2万2 两个人还曾经因此发生小争执 但后来他决定还是要给高宏安最大弹性 竟然跟李中庭还是交往的关系吗 所谓最大弹性是高宏安把不足的金额 用微信转账人民币6000元给李中庭 汇款记录上的check 就是李中庭的英文名字 李中庭强调高宏安的账务繁杂 很多都是他私人垫覆李中庭首度出庭 公开的细节都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 记者李温斯斑马王家台北报导